三位成員在這裡想和大家初步對於剛剛出台 昨晚出台的大灣區的政策綱領有一些初步的回應 首先來說我相信我們和我們幾位議員 在去年的時候去大灣區考察的時候 我們得出來當時的結論 到現在我們仍然是非常相信的 就是我們香港的發展一定是需要最重視 是我們和內地在灣區或者甚至全國的一個獨特性和一個差異 這一個是我們最重要要保障的 包括我們的一國兩制包括我們的法治各方面的環境 如果我們和內地地方可以有合作 這個固自然可以在過去幾十年來 一直在各個行業裏面和各個專業裏面都有發生的 但是我們亦都關注到 如果在現在這樣的環境裏面 如果我們作為香港 剛剛才沒有多久之前在上個月底的時候 譬如美國的傳統基金會 才是將香港繼續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的一個經濟體 同時間我們又見到現在我們是在一個規劃裏面 甚至可能很多人說是被規劃的一個情況 國際的社會對於香港的經濟自由度是會怎樣去評價呢 更加重要的就是正當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全球經濟和一個政治 都是逆轉的時間 我們見到很多貿易的糾紛出現 貿易的很多衝突 在這個環境之下我們希望特區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都是要很小心去處理這個情況 不要令到我們在國際社會的眼中 真真正正或者事實上亦都跟香港人的眼中 亦都成為了中國內地的一部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很大機會是會得不償失 雖然在文件裏面都有提到要將香港成為一個國際的 譬如說創新和科技的中心 但實際上指出來的措施 其實基本上絕大部分 甚至乎幾乎是全部都是面向中國 譬如說中國的各種國家的實驗室 可以和香港合作 很多的研究基金會撥給香港的機構 或者甚至乎叫香港的年輕人 可以上去內地創業等等 其實反而是看不到國際化的部分 這個我希望香港人都要很小心 我另外一點也都非常關心的 就是在我們這個規劃現在出來 這個綱領出來之後 究竟香港政府將來在他們的決策 和政策的制定方面 是會採取過什麼的態度 是不是首要的一個優先 就是擺在現在綱領裏面有的東西 綱領裏面沒有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行業來說 或者各行各業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到很多 都是還未在綱領裏面 是否就是代表將來政府 就會擺在一個很低的層次 如果是的話 我很擔心我們的政府 可能比以前更加懶 或者我們希望政府做的創新 我們希望在政府的政策裏面的一些更新 法例上面的一些改革 就更加難得到 變成了 既得利益者就會繼續可以壟斷香港 這個也是我另有一個擔心 其他的一些觀察 或者在各個不同的行業裏面的 一些措施他們想評語一下 我交給梁繼昌和郭榮鏗 我想我先講講金融行業 其實金融行業裏面 那個規劃綱領那裏講了 就是說開放市場給保險公司 銀行等等進去大灣區那裏做生意 當這個是歡迎的 另一個方向就是說 我們可能都會接納了一些 在大灣區的居民開會口 做一些金融買賣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香港已經 不是將會成為 是已經是成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已經很久的歷史 我們的規管 我們的法治 我們的制度 是跟所有國際金融中心 是已經接軌了 也是全國 全國中國唯一一個 跟國際接軌的國際金融中心 所以如果 有一些的朋友 要來這裏做生意 做金融買賣 開戶口 我們的客戶盡職審查 我們的反洗黑錢的一些規則 絕對是不能夠去調低 都要做回國際的水準 我們要把關 我們要做到這一點 才可以令到整個國際社會 對香港的未來的運作 尤其是作為國際金融樓 一個這麼重要的地物 是有信心的 但是其實 大家都看到 我們過往這兩三年間 很多的金融條例的修改 包括銀行條例的修改 稅務條例的修改 其實都是因應 國際間的監管機構的需要 而作修改 其實我們的法律體系 都是同了國際接軌 所以我們應該在這個事情上面 即是在金融服務方面 是做一個領導的地位 也都不能夠降低我們的水平 我們的金融服務行業 才有一個發展的前景 謝謝 其實如果你看回大灣區文件 就著法律服務方面 其實沒有什麼新意 因為它都是說 香港要成為這個 國際仲裁中心 但是香港從來都是 一個國際仲裁中心 而國際仲裁中心 和調解中心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香港做 一直都在推廣 要內地企業走出去 用香港的調解仲裁和法律服務 其實這些一直都在做 所以我在文件裡完全看不到有什麼新意 我補充一些 就是關於創新科技那方面 其實在行業的眼光來看 第一就是非常之著重 或者完全只是著重於研發 甚至少少提到 就說將年輕人 如果要回去內地創業 內地有很多資金等等 但其實我想我們三位都知道 我們三個都知道 其實在很多地方 我們香港其實本身 已經是一個國際的融資中心 有很多地方可能我們的監管上面 金管局等等 仍然要更新我們的法例 令到我們追上其他地方 可能好像倫敦、新加坡等等 但就絕對不是說 我們只是要依賴內地的資金 所以這個是我們很重視的一件事 但是在科技界那方面 見到這份文件 只是重視於研發和少少的創業 但實際上在市場開放那方面 是完全沒有提及到的 市場開放方面 反而在金融業都會具體一些 比如說有保險或者融資等等 一些地方都會講得清楚一些 港商是可能可以怎樣進入去大灣區 但是如果你說在科技界 反而是欠奉的 甚至乎我們近期 香港政府經常講的 再工業化等等 我們只是在文件裡見到 就說如果有研發的一些成果 最好轉化成為一些產品 或者製售那時候 就是回去譬如廣東的 廣州的藍沙 就是說那裡就是一個轉化的基地 將來那些廠 或者就應該放在藍沙 反而就是這方面 就是我們香港政府過去講的 再工業化現在是不是就不做呢 或者將來我們的角色是什麼呢 最後就是有一點 就是亦都有提到的 就是說會建立一個大灣區的 大數據的一個分享分析的平台 在這一方面我們都要希望 我們業界很多朋友 今早也都有向我反映 就是說要非常謹慎去處理 因為始終兩地的法規制度 各方面有非常之大的不同 特別在資訊流通方面 是非常之非常之不同 可以說天與地的分別 所以呢 在這一方面 不論是市民的網絡的安全 私隱 以至到各方面我們擔心的 包括網絡的自由的 這個資訊流通等等 會不會受到一個反眠 反而是一個負面的影響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看 就是看見說 將來漫遊費是否沒有了呢 會帶來的會不會有其他的一些影響呢 這一方面是我們非常之關注 因為特別是我們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作為一個國際的城市 最重要的是 除了我們的法治 我們的經濟開放之後 很重要是我們的資訊的流通 和資訊的自由 和各方面的言論的自由 如果在這一方面 我們因為大灣區的融合而受到影響呢 這個絕對呢 就是香港一定會得不償失的 會不會有其他公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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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會有其他公司的公司 會不會有其他公司的公司 只會安靜的公司 會不會有其他公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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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一個公司的公司 因為以往的未來 busca بد 階段視線內 attracted別的公司 是從來之間 Х didnt能看大部分貨恐怕 距圖稱 under a different label this is a rebranding exercise and I think we should keep all our rules of law ou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our protection to investors and consumer, all the system should be intact and I think we should be leading in some areas as well now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opening up market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only certain brands of payment cards that can be used in Greater Bay Area and how can we the payment systems created by Hong Kong companies be utilized, be popularized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I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sh for 好 OK 是 Charles 沒有什麼特別原因的 我相信我們 都是過去講過的原因 都是我們希望 如果我們有一個交流的機會 是真的不是一個 只是說慶祝元宵 風花雪月 一個這樣的場合 比較適合大家坐下來 可以真的就著我們關心的議題 香港的一國兩制 受到侵蝕 香港現時面對一些很多 譬如包括最近提出的逃犯的法例 的問題 甚至乎 剛剛出台 這個大灣區的規劃 其實這些我們有大把東西 是覺得可以跟中央政府 或者透過中聯辦去討論 但是就 坦白說 真的不覺得 我們是應該用一個 午飯的情況來去做 我們希望將來有一個 這樣的交流的機會 來去將我們代表 我們相信是大部份市民 在香港投票給民主派的意見 是可以透過一個適當的場合 反映給中聯辦聽 我相信除了地方之外 最緊要也是那個場合 以及真正沒有餘留足夠的時間 以及形式 我們可不可以交流 地方是其中一個選擇 其實我們覺得 上一屆政府其實都有一些情況 就是在政府總部 跟中聯辦的人士去討論 各種的方法 其實對到最後 我希望我們都 透過各種的方法 令到中央政府 和中聯辦都知道 其實我們是真真正正 是希望有一個討論 但是這個討論 希望我們可以對等地 特別是將我們關心的議題 是有足夠的時間 以及在適合的形式 那裡反映給他們